快为金钟50按赞 天天送5000 还有机会玩采金摇摇的抽6万大奖 信众欢声雷动 看到他现身欣喜若狂 这是圣灵重建教会的聚会现场 全民耶稣基督血水圣灵全辈福音步道团 1988年成立总会位于台北市的北投区 全球信徒约80万人遍布两岸还有美加等地 不过却遭到大陆国务院指控为邪教 大陆媒体大篇幅报道邪教血水圣灵 还说创办人佐坤是财色句号的邪教人物 今年86岁的佐坤是台湾人 目前是美国公民 他自称是使徒 教徒称他为老爸 还自称曾经被上帝提至三重天 修炼40年才炼成可以传福音的肉体 不过陆媒报道他自封为神 出门只坐高级轿车 还拥有三辆价值150万的重机 甚至去美国都是搭私人飞机 但是大陆也是台湾人 那都是 基本上就是我们就只有你们在这边聚会 将诗歌配上耳熟能详的旋律 还有自创舞蹈是教会传教的方式之一 报道称左坤为了发展邪教才移民到美国 近年来积极在大陆发展组织 光是大陆的教徒就已经达到30万人 从两三岁的幼儿到老年人都有 报道还说左坤疯狂恋财 除了捐款还要求教徒经营连锁咖啡厅和餐厅等等 并把营收捐给教会 而邪血圣灵也早就被大陆警方盯上 曾经有三名传道人员在厦门被判七年徒刑 近来更有许多高层人员遭到逮捕 记者综合报道